汉墨三国是各路枭雄逐鹿的残酷舞台 也是无数名士谋臣舒展各自报复的竞技场 在一众才智过人的当事俊严之中 最富争议的恐怕要数英年早逝的曹操谋士 郭家了 在阴谋论者眼中 郭家是一手策划了刺杀孙策的幕后大佬 甚至有后世编造出的谶语 郭家不死 卧龙不出 流传甚管 历史上的郭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曹操的霸业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虽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 魏叔 郭家传中就给予了传主高度评价 但是略显简略 要进一步了解魏晋时代郭家的超高人气 还得通过南朝裴松之注引的内容 郭家的铁杆粉丝 傅玄在其著作 傅子中将偶像的形象 由三国志中 还算中规中矩的谋士 进一步提升为兼具豪侠浪子 及并教才子气质的完美天才 由于年代久远 傅玄所著的那部分为内外中散篇 堂皇几十万字的父子今天早已失忆 仅存有超路部分内容及其诗作的基本 所以我们无法知晓那些陪松之大量引用的父子段落 其原文全貌究竟如何 但仔细对比三国志魏叔 郭家传和父子中有关郭家生平内容 我们还是不难发现 傅玄在讲述郭家生平时 增补了诸多三国志中所欠缺的细节 如三国志魏叔对郭家早年的生平 锦坐郭家自奉孝 影川 羊宅人也 但是傅玄却加上了 家少有允量 汉末天下将乱 自若关匿名宗 密交结英俊 不与俗接 故识人多莫之 为识达者其之 傅玄的这段话出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但仔细一想便会觉得有些疑问 毕竟 建安十九年 傅玄出生之时 郭家早已病逝 那么这些关于郭家很早便有天下大乱的预感 进而隐姓埋名 秘密结交豪杰俊炎的往事 傅玄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的呢 要破解这个问题 我们便不得不从郭家早年的经历说起 郭家出生于汉陵帝刘洪执政之初的建宁三年 此时的东汉帝国中枢党争不断 各地亦是狼烟四季 就在郭家出生的两年前 以王府为首的宦官集团发动政变 袭杀了素有邪名的大将军 窦吴等人 此后宦官集团为压制舆论 又以意图谋反的罪名 处决流放了大批世人 视为第二次党雇之祸 郭家所在的尹川郡 文丰吉省 又兼临近洛阳 随即成为党雇之祸的重灾区 当帝王族巡氏 号称巴龙的翘楚之中 便有佩国相巡御被杀 其帝广陵太守巡云遭到禁锢 喜平五年 郭家六岁之时 永昌太守曹鸾尚书 未被归入党人一戏的世人名冤 要求解除禁锢 却引来宦官集团更为丧心病狂的打压 不仅曹鸾本人被开刀问斩 汉陵帝刘洪更下兆 命令子前被归入党人的世人 其门生 顾立 父子 兄弟中任官的 一律罢免 禁锢终身 并牵连五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尹川郡名士几乎看不到出头之日 中平元年二月 黄金之乱爆发 尹川郡的太平道信徒 在波采等渠帅的山洞下 接干而起 并一度将右中郎将朱骏所部 围困于长舍 幸而左中郎将黄浦松 其都为曹操等人率军持援 采用火攻解了长舍之危 遭遇重创的黄金军 随即退入了郭家的家乡 也就是杨宅县 虽然在黄浦松等人的追击之下 亏不成军的黄金军 并未给杨宅县带来太大的损失 但十年十四岁的郭家 在听闻甚至目睹了那场 杀人营野的追击战之后 很难不产生天下僵乱的预感 可能也正是在此时 郭家得知 有个身先士族的齐都尉曹操 并产生了与此辈豪杰 结交的念头 与此同时 为了团结地方豪强 以便镇压黄金之乱 东汉政府于中平元年 解除了对党人的禁锢 尹川明氏随即在政坛展露头角 巡视家族的后起之秀中 巡爽的侄子巡玉 巡云的孙子巡忧 于中平六年先后出世 其中迎娶了宦官中常侍 唐恒孙女的巡玉 出任了掌管皇帝文书的守宫令 而巡忧则在大将军 合计的征辟之下 官拜皇门侍郎 而此时的郭家十九岁 恰好便是傅玉所谓的 弱冠之年 怀着满腔的报复 和对未来的向往 郭家离开了家乡 前往洛阳等地 拜访了诸多英俊 傅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 郭家结交对象 但从其后续的事业发展来看 郭家的此番游历 至少令巡玉对其产生了 深刻的印象 所以才在未来 将其举荐给了曹操 郭家的到来 又会给曹操带来 怎样的改变呢 就在郭家游历洛阳等地之际 身为外戚的大将军何晋 与以石长式为首的 宦官集团之间 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并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 随着并周末董卓进入洛阳 地方军阀与洛氏族之间的矛盾 更是全面爆发 进而引发了 东汉帝国的全面内战 在兵荒马乱之中 郭家一度投靠了 关东陶董联军的盟主袁绍 可惜 四世三宫的袁绍 并不具备发现 郭家才干的慧言 直到建安元年 郭家才经巡逾的推荐 来到了曹操帐下 值得一提的是 也是在这一年 曹操率军 击败黄金军残部 正式将影川郡收入囊中 因此郭家未必便是 直接从冀州转会而来 也有可能是在 离开元少一段时间之后 才在影川本地 重新投降到了曹操政下 由于当时 曹操刚刚失去了 颇为器重的谋士 戏制裁 不得不主动写信给玄宇 表达了 自制裁王后 莫可与记事者 如影固多其事 谁可以记之地求贤可望 所以郭家到来之后 很快便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而郭家也不负众望 很快向曹操提出了 所谓的时胜时败论 按照父子的说法 郭家刚刚抵达曹操的麾下 便分析了 曹操在 道 意 制 度 谋 德 人 名 文 武 这十个领域 对元少的全面碾压 虽然跳槽之后 横踩前任领导 吹捧现在老板 似乎是职场的常规操作 但仔细分析 却发现 郭家的这段分析 其实另有深意 毕竟作为雄聚河北的一方霸主 元少绝不可能如郭家口中那般一如是处 更何况 按照傅选给出的时间线 郭家为曹操纵论 时胜失败之时 乃是建安二年 曹操刚刚兵败渊城 元少却是官拜监督 季 清 幽 并 四周的大将军 此时的曹操 不仅没有与元少对抗的实力 更没有与之撕破连的勇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即便郭家提出时胜时败的高论 更像是给自己的老板曹操打击 以便其能在冤城兵败之后 不至于失去信心 从而走上 全部依附元少的不归落 有趣的是 按照傅玄的说法 曹操听了郭家这番话后 不禁老脸一红 当即善孝道 如今所言 孤何得以堪之也 而与父子所记录的郭家版时胜时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三国制卫书中 同一时间 寻玉为曹操分析其与元少力量对比的四生四败 不过 寻玉为曹操分析其在 杜 某 武德四个领域的优势之时 特意强调了曹操最大的政治资本 是手中的汉显帝 只要握紧这张牌 那么元少就不敢轻举妄动 所谓 夫以四圣府天子 服役征伐 谁敢不从 少之强 其何能为 关于元少的四圣四败 和郭家的十圣失败 究竟谁真谁尾 亦或谁抄袭了谁的问题 和三国爱好者中争论许久了 但如果我们发散一下思维 其实事情真相可能是这样的 寻玉为曹操分析了其与元少的四生四败 郭家觉得这样的文字游戏实在有趣 便故意画蛇天足地搞了一个 过犹不及的十胜十败出来 最终将冤成兵败之后 又被元少投书羞辱的曹操给兜落了 在接受寻玉和郭家提出的 兼东征旅部 在与元少决意刺雄的战略部署之后 曹操再度踏上了 赶赴徐州的征途 在将吕布围困于下批之后 曹操因为担心与吕布同盟的 元属张扬所部援军抵达 而一度想要撤军 至此关键时刻 巡域的侄子巡忧与郭家 一同向曹操进言 最终令曹老板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 或许是为了突出国家 父子在记录此事时并没有提到巡忧 但是三国制位书中 巡忧和国家所说的 吕布永而无谋 令三战皆北 其锐气衰野 三军以将为主 主衰则均无分意 夫陈公有之而驰 今即不弃之未复 公谋之未定 晋即公之 不可拔也 显然要比父子中国家所言的 西相级七世余战 未尝败北 一朝失事而身死国王者 是永无谋顾也 今不每战折破 气衰利尽 内外失守 不知威力 不吉相级 而困败过之 若成胜公之 此成秦也 要全面和有说服力的多 随着吕布的败王 曹操将与之并肩作战的刘备 带回了许昌 并试图将之 笼络为自己的部下 而在曹操是否该 收留刘备这个问题上 国家态度 在不同版本的史料中 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那么国家 对于曹操 笼络络 刘备这个问题上 真实态度 又是如何呢 其实 在三国制卫书中 并没有提及 国家对曹操 收留刘备的具体意见 但是由王审编撰的 卫书和傅玄的父子中 却出现了两段 据说都出自 国家之口的说辞 虽然听着都很有道理 但出自同一人之中 便有自己打自己脸的尴尬了 王审 卫书中的版本说 曹操准备向朝廷 申请刘备 为豫州牧时 曾有人提醒他说 备有英雄制 今不早徒 后必为患 曹操便询问国家的意见 国家回答说 供提建起兵 为百姓除暴 推成仗信 以朝俊杰 由聚其为也 今备有英雄名 以穷归己而害之 是以害贤为名 则志是将自宜 回心则主 供谁与定天下 付出一人之患 以举四海之望 安危之期 不可不察 强调的是 千金埋骨 以求天下归心 而在父子之中 提醒曹操人 变成了国家自己 他说刘备 有雄才而甚得重心 张非关于者 皆万人之敌也 为之死用 家官之 备 忠不为人下 其谋未可测也 强调的是 刘备非持中之武 反倒是曹操 因为要招怀英雄 以明大信 而最终 没有采纳国家 一早为之所的建议 如果说 这样的矛盾 只是不同作者 对同一历史事件的 不同理解 倒也还好说 可偏偏 傅玄曾经参与 修传国卫书 傅玄写完傅子后 还让王审评价了一番 两个人既是同僚 又是好友 在许多历史问题上 或许都会交流 那么为什么还能出现 完全相反的说法呢 如果排除历史上的国家 真的前后矛盾 自施其言的因素之外 那么这个问题 可能的解释 恐怕是傅玄 受了自己父亲 傅干的影响 傅干曾经说过 刘备宽人有度 能得人死利 诸葛亮达至之便 正而有谋 而为之相 张非关于 勇而有益 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 此三人者皆仁皆也 以备之略 三劫所之 何为不计也 这和父子中 郭家对刘备的评价 如出一辙 而从后来的史实验证 曹操把刘备收留在许多 确实没有起到 天下归信的作用 在傅玄看来 阻止曹操纵虎归山 才是当时 郭家最应该给住的策略 郭家预判孙策死亡一事 今天被诸多郭粉津津乐道 当时孙策转战千里 尽有江东 得知曹操和袁绍相持于关渡 有偷袭许昌的计划 曹操势力诸人颇为京剧 郭家却让大家放宽金 侧心并江东 所诸皆英豪雄杰 能得人死利者也 然侧轻而无备 虽有百万之众 无异于独行中原也 若自克扶起一人之敌儿 已无关之 必死于匹夫之手 后来孙策果然 死于许贡门客的自杀 有意思的是 傅玄似乎并没有 在三国制未说的基础上 做什么锦上添花的处理 当然也可能是傅玄的说法 最终没有被出身江南的 裴松之才大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裴松之较为少尽的 直接在批竹中写道 郭家 廖孙策清条 必死于匹夫之手 成为名于剑士 然自非上智 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 金正以习许年死 此盖世之偶和 肯定了郭家的眼光 但后又反对过度吹捧 关渡之战后 郭家步入了其人生的高光时刻 他先是准确分析了 袁潭袁上两兄弟之间的矛盾 让曹操暂缓进军河北 以带袁氏兄弟繁目 接着又力劝曹操 一将盛勇穷追寇 远征无环并采取抛弃此种 轻其突击的方式 从颅龙出赛 打了沃顿蝉鱼 一个措手不及 傅玄对此仍嫌不够 还可以强调了曹操 争辟轻忌并知名之士的做法 也出自郭家的谋略 可见郭家到来 对于曹操集团来说是比巨大财富 那么郭家的最终命运又将如何呢 建安十二年秋 本就体弱多病的郭家 病逝于追击原上途中 十年三十八岁 曹操对此深感痛惜 上表朝廷为其请功 这一点上 三国志未书和王审未书的记载 虽主题相似 但行文上却带有出入 其中三国志对郭家攻击的表述是 没有大意灵敌质变 陈策未决 家者成之 平定天下 魔功伟高 而王审未书之中的记载则是 没有大意发言迎庭 执中处理 动无一策 虽然都是一美之词 但未书的这个版本 似乎更接近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毕竟曹操此时虽然击败了袁少 但尚未能够自夸已然平定天下 从能力的角度而言 郭家对于曹操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这从郭家死后 曹操相继任命了董赵等人 接任军师祭酒一职 就能看出来 而真正让曹操感到惋惜的 是郭家一直以来将曹操作为一个 将会取代汉政权的势力领袖 来对待的态度 攻取南皮斩杀元坛之后 曹操坐骨吹自称万岁 鱼马上舞 这一点颇为明显地表现了曹操本人 在激烈的政治环境中 对于自己定位的变化 等曹操再次提及郭家之时 已是赤壁大败之后的事情了 傅全还在曹操赤壁惨败 公然甩锅给自己幕僚集团的那句 郭凤孝在不知孤至死后面 还给曹操加上了 哀哉凤孝 痛哉凤孝 息哉凤孝三叹 傅全又根据曹操写给巡逾的私人信件中 有郭家早就知道南方疫病流行 曾建议曹操应该先征服荆州 这些文字都显现出郭家 在曹氏阵营中的重要地位 不过即便郭家依旧在世 恐怕也无法改变赤壁兵败的结局 毕竟在青旗追击缘上的行动中 有很多人基于实际情况对曹操发出了劝谏 曹操虽然高举郭家的建议为挡箭牌 但事后曹操也认识到了远征前准备不足所存在的问题 事已对那些劝谏自己的人都寄予了厚赏 并表示 孤前行 成为以侥幸 虽得知天所佐也 故不可以为常 诸君之见 万安之计事已相赏 后物难言之 曹操嘴上虽然说的客气 但随着其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 谁又敢轻易反驳他的决策呢 事实上曹操嘴上说着不可以为常 但很快便在南下荆州的过程中固态赴盟 带着数百青旗追击刘备 虽然侥幸获胜 却也为日后赤壁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那么曹操为什么这么重视郭家呢 这就要回到一开头 郭家投奔曹操的时间说起 最初引荐郭家的是群羽 曹操最初接待郭家的时候 认定郭家与群羽应该一心想要 拥戴汉士 但是在见面之后 曹操才发现 郭家的政治主张 较寻域更为激进 也更接近自己的诉求 三国志未书记载 赵剑论天下士 太祖曰 使孤城大业者 避此人也 家出一喜约 真无主也 两人一见如故 此后更是如玉得水 行同其成 坐贡卧席 以曹操的观察能力 应该不难看出 郭家性格中存在着 是财放矿 不修边斧的缺陷 但是他依旧这么着急地将郭家 任命为重要的军师祭酒的原因 可能有几方面 首先是大批加入 曹操麾下的尹川诗人 已经影响到 曹操这尹中 政治力量的平衡 从之前的细致才 到现在郭家共同点就是 尽管他们也是出自尹川 但是皆出身寒门 曹操似乎有意扶持起 一股完全依附于自己 个人的寒门政治力量 来平衡巡视这样的尹川大族 而郭家的表现 也相当不足 多次在曹操犹豫的时候 给出作家答案 每次都站在曹操的角度 和利益上做出判断 这样的表现 让郭家在曹操心目中的 重要性不断提升 甚至曹操在更加重要的 辅佐继承人问题上 曾向荀语提到 诸君年皆孤辈也 为奉效最少 天下是尽 欲以后世处之 而终年夭折 命已赴 显然曹操曾综合考量 认为创业团队中 最年轻的郭家 是足以托付自己后世的人 曹操和郭家两个人 没有料到的是 郭家会应年早逝 这让曹操原本扶持 寒门的计划遭遇了重大挫折 曹操在之后选择了 同样年轻 具有才华的杨修 但是出身政治豪门的杨修 显然无法真正理解曹操 依旧固执地 为自己身后的世家争取利益 插手曹操的继承人问题 这就触犯了曹操逆临 导致了杀身之祸 随着曹操 总览朝政的 霸服体制的形成 为曹操总领府市的 丞相主部的政治影响力 不断提升 之后加入的司马郎 司马懿兄弟 赴黑陈文 皆经由这一岗位 飞黄腾达 假如国家没有英年早逝 魏国朝堂的寒门力量 也以他为领袖 陈群的九品中政治 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地实施 司马兄弟 也许没那么快和顺利地 接近权力中心 轻易被世家豪门 颠覆曹魏的政权 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两汉时期 秤尾预言极为风情 其中非常神秘的一条 叫做代汉者当屠高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 无数人试图把自己 和这条秤尾扯上关系 以便取得取代汉士的法理依据 比如元树就觉得 代汉者当屠高 是在说他 最后还因此身败名裂 然而 论起高度和影响力 代汉者当屠高 比起另一句秤尾 等级上还是差了一筹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其间必有名士者 这句称语 出自战国时期的孟科 孟科是儒家大宗师 他的话 比起其他出出不明的秤尾 无疑有利得多 代汉者当屠高固然重要 但也只是一个王朝的宿命 相较之下 五百年有王者兴 是一条纵贯历史 绵延不绝的主线 按照孟科的观点 秤尾中 王者的传承 从尧顺而及商汤 从商汤而及文王 再从文王而及孔子 可是从孔子之后 谁才是接下来的王者 就含糊不清了 因为不够明确 格调又太高 也就很少有人 冒天下之大不美 出来任这壶酒前 然而 尽管这条预言 级别如此之高 汉末三国时代 确实有个人 被认为是这条预言中的王者 这个人就是寻玉 寻玉自文弱 出身东汉氏族 颖川郡寻世 颖川郡有四大氏族 分别寻 陈 忠 于 巡氏为第一 颖川巡氏 崛起于寻玉的祖父 寻书这代 寻书和同为颖川名流的 陈氏老祖宗 陈时 中氏老祖宗忠浩 都稳居东汉明氏的第一体队 而且被称为神君 声望品德高到了 令人惊骇的程度 当时天下的清流明氏 均以李英 杜密为尊 然而 李英对寻书之弟子里 可见寻书名望之众 寻书共有八个儿子 每个都颇有名望 世人合称八龙 这八个儿子又分别 与其他家族联姻 这也为颖川巡氏 积淀下了足够深厚的家族底蕴 寻玉是寻书次子徐滚的儿子 继承了祖辈父辈的才华 自有宗慧 而且风姿其表 仿佛神仙众人 大明氏何勇 见了年少的寻玉 大为惊异 认为寻玉是王左之才 因此 寻玉的名气 很早就流传开来了 和大部分士族子弟类似 寻玉最早被举为孝联 获得了做官的资格 在京师任守宫令 不过当年董卓乱政 他不愿再为董卓所用 便弃官回到家乡 关东联军讨伐董卓 天下风火狼烟 各路英豪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寻玉也不例外 良秦则墨而息 贤臣则主而是 他也需要寻找一位主公辅佐 一开始进入寻玉视野的是袁绍 袁绍出身于东汉时期的顶级家族 汝南袁氏 向来有英雄之名 当董卓祸乱朝纲时 袁绍置地有生的一句 天下见者启读董公公然反对董卓 并掀起了日后轰轰烈烈 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序幕 可以说曹操当时 无论家世人妄实力底蕴 都和袁绍有数量级的差距 而同为世家大族的卓越后辈 袁绍对寻玉也有着天然的好感 不过事实确实 寻玉短暂接触袁绍后 并果断弃之而去 转而投入了曹操的麾下 寻玉究竟为什么弃袁绍 而选择曹操 如今已不能知道 但这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 一是袁绍领导下 陶董卓联盟的分裂内讧 二是袁绍打算 另外拥立幽州母刘鱼为帝 大概就在这两件事中 寻玉对袁绍和曹操这两人的格局 做出了评估 袁绍确实有过高光时刻 他曾无限接近 终结乱世 兴富汉世的英雄 但随着他的实力 愈加强大 他也愈加蜕变成 以自身利益为主的人 而这种人 在这个时代已经太多了 相反 当时还保有 相当理想主义的曹操 在这两件事上 立场都很坚定 见解都很卓越 汉显帝出贫二年 寻玉二十九岁 寻玉和曹操初次见面 这次会面 曹操极为兴奋 凯探寻玉就是他的张良张子房 而对于年轻的寻玉来说 在他的心里应当也是波澜起伏 作为自带主角光环的男人 曹操在起步骑身边就不缺壁住 像刘备早期身边就有官张一样 夏侯敦 夏侯渊 曹仁 曹洪这些金族弟兄 共同构成了曹操的基础武将班底 即使日后五子梁将加入 宗市长兵统侠外姓武将的制度 在曹操阵营也一直延用下去 直到曹方时期 曹爽和夏侯玄的班底 被司马懿洗清为止 但这个制度也有缺陷 一家一姓的人才数量有限 不可避免会出现断层 一旦出现断层 就会形成统治危机 即使在曹操起步骑也是一样 朱夏侯曹兄弟一水的武将 瘸着一条腿 所以就像刘备必须找到诸葛亮之后 才会一飞冲天 曹操也必须有他自己的诸葛亮 这个人无疑就是寻玉 那么寻玉对曹操到底有多重要呢 寻玉选定了曹操作为自己的主公后 全力以赴 从此获福于共 尹川军的人才诸如寻玉 郭家 忠瑶 陈群 司马郎 戏智才 杜席 杜继 心皮 赵衍 岩相 韦康等人 皆由寻玉推荐引荐 而加入曹操阵营 寻玉基本上等于帮曹操攒出了完备的文官班底 而经寻玉之手加入的这些人 尽管禀赴才干各自不同 但有两点基本都靠得住 一是团结 二是忠诚 因此 寻玉在曹操阵营的分量比诸葛亮对于刘备还要重 他实际上是曹操的合伙人 他的背后站着一大批立场与诉求相近的士族人物 他本人则是这些士族利益的代表 这些人物的魁首 寻玉长期坚守在曹操的后方 极少亲临战场 这种坚守使得转战四方的曹操 没有了后顾之忧 星平元年 曹操的父亲路过徐州时被徐州刺史淘迁的部将张凯杀害 曹操痛心疾首 亲率军队讨伐徐州 前方战事尚未有结果 后方大本营眼周却爆发叛乱 他最新来的老朋友张苗 以及心腹谋士陈公 居然联合军阀屡部 兴兵作乱 曹操主力大军在外 留守眼周的兵少 一时间 眼周诸城大多闻风投降 眼看曹操便要落入进退不得 无家可归的境地 巡御挺身而出 挽狂澜于祭岛 与大将夏侯敦合力 连夜诛杀想要响赢叛乱的取守数十人 即将难以控制的形势 由此稍稍安定下来 然而过不多久 徐州四使郭贡便带着军队来见巡御 当时疯传 郭贡暗通旅部有不轨之心 众人都惊恐万分 唯有巡御镇定自若 郭贡请巡御相见 巡御想要只身附会 夏侯敦很担心 劝他不要轻动 但巡御凛然无惧 见到郭贡后更是谈笑自若 郭贡见巡御一副成竹在凶的模样 不敢轻举妄动 随即退兵 巡御以他的沉着镇定 帮助曹操的大美营 始终没有完全沦陷 为后来曹操领兵回援 驱逐吕布 镇压叛乱 提供了有力支持 虽然巡御比曹操小七岁 但曹操却将他视为师长 敬重有加 曹操麾下谋士如雨 即便无方者不乏其人 曹操与他们君臣相处的 也非常融洽 但其他谋士再如何制计百出 也只是受命而行 出谋划策 唯有巡御不同 在巡御面前 曹操恭谨谦卑的 向个向老师求救的弟子 虽然长年征战在外 但无论军国大事 必然会向巡御请教 建安元年 汉显帝留邪 从长安返回洛阳 在要不要奉迎天子的问题上 曹操军内部发生了争执 多数人不同意迎接皇帝 理由是徐州还没有平定 而且皇帝处在 韩仙 杨凤 张阳等许多军阀之中 一旦将手伸向皇帝 会节外生枝 巡御则力排众议 以大义大德的角度 劝说曹操迎接皇帝 曹操最终接受了巡御的建议 将皇帝控制在了自己手里 由此取得了奉天子 以令诸侯的战略优势 并为此后 一系列战争的顺利实施 奠定了基础 关渡之战时 曹操与强大的对手袁绍对抗 几次都差点坚持不下去 写信给巡御诉苦 巡御则以秦末楚汉战争的例子 分析双方战略态势 认为袁绍必将败亡 力劝曹操挺住 并为曹操固守后方 提供了极大的后勤支援 最终 曹操果然击败袁绍 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 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可是 这样军名陈贤 军臣相继的情况 后来却发生了重大转变 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以巡御为首的士族 所忠诚的 与其说具体的汉士 不如说抽象的汉士 换句话说 他们忠诚的是大汉王朝 延续四百来年的秩序和和平 秩序被破坏可以修补 和平被打破可以重建 每一个长久王朝的灭亡 都意味着一些相应规则的崩坏 而在已有规则上 重建新的稳定规则 比重建新的王朝还要难 有些人想要走捷径重建王朝 有些人则选择坚守救王朝 建立新秩序 巡御属于后者 曹操也属于后者 所以 元绍想拥立新皇帝 他便会义无反顾地离开 而反对元绍 壮志凌云匡扶汉士的曹操 在他的眼中自然最为合拍 但后来 两人理念出现了分歧 曹操的特点是 英明果断 极具执行力 非常实用主义 勇于破坏规则 这是世家大祖子弟 往往很难做到的 所以 巡御等人 愿意竭力辅佐曹操成为英雄 平定乱世 但随着曹操势力的一点点壮大 群敌纷纷消灭 作为吉祥物的汉士 与曹操一方的实力对比 突破预值 而曹操身上的理想主义 也逐渐凋零 英雄终于成为恶龙 曹操曾说 假如这天下没有我 不知几人称孤 几人称王 这确实是真的 但与此同时 曹操却慢慢背离了出心 以至于 后来丝毫没想着帮助汉士 再把威望和秩序重建起来 事实上 这是任何功高震主的大臣 都会面对的问题 以仁臣建不是职工 威家海内 而退归臣位 仅斥自首 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几千年来 也只有传说中的 伊尹 周公 郭子怡 曾国藩等 寥寥数人 连霍光都未免截局遗憾 曹操有这个机会 然而他最终并没有这样选择 虽然曹操也有所顾忌 所谓苟天命在孤 孤为周文王义 但他的态度 仍是明显向着建立新王朝的方向 这令寻遇感到非常失望 曹操的基业是寻遇帮忙打下来的 他比谁都更清楚 曹操的成功态办 取决于个人才能 而不是曹操真有什么 比诸汉士更加先进的制度 曹操还活着 没问题 死后呢 下一代 还能继续像曹操一样杰出吗 一旦失控了 怎么办 寻遇兢兢业业辛苦半生 期待的 可不只是给王朝续上 那么一二十年命 然后继续天下大乱 寻遇想要的 还是长久治安 而这势必会损害到另一方 包括曹操本人的切身利益 双方的冲突 已无法避免结果 而可想而知 建安十七年 寻遇世事 史书记载 以忧轰 这通常是因 君臣不和而死的委婉说法 寻遇死后第二年 曹操成为卫公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近卫卫王 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世事 曹批代汉 大汉王朝就此结束 大魏的时代开始了 曹操一生中 几乎所有重要的决策 都有着寻遇的身影 曹操曾说 天下之定 遇之功也 而从无野战之功的寻遇 也确实担得起这样的赞遇 曹操多次向皇上上表 为寻遇情赏 寻遇故词 他便一封一封地写信屈劝 甚至预表寻遇为三公 寻遇前后时让 曹操才不再勉强 最难能可贵的是 寻遇不仅谋略爵士 功高无仇 品行更是洁白清浩 如梅上初学 当心腹汉事 变成不怀好意的口号 当仁义道德 成为华而不实的摆设 当人们的信仰 只剩下力量与权谋 寻遇却行走在鲜血与白骨之上 周旋于继谋与杀伐之间 以继世米乱 匡扶汉事为己任 他的每一记 每一色 从不以毁灭什么为目的 而是站在汉事和黎明的立场上 以仁义为先 将混乱的局势理得清清楚楚 宛如深沉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始终指引着正义和光明的位置 东晋明氏袁洪曾在三国名臣赞序概括 闻若怀独剑之名 而有救世之心 论识则民方独探 既能则莫出魏武 故尾面霸巢 欲谋逝制 举才不以标剑 故人亡而厚险 筹划不以妖功 故事治而厚陛 虽王身名顺 十亿高矣 当是对寻遇这一生最好的写照 关渡之战 曹操战胜强敌袁绍 实现了战略逆转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为了躲避曹操的锋芒 亲近袁绍的刘备 不得不向南顿逃 继续在了同为汉史松亲的荆州母刘表处 一日 刘备与同来避难的名士许四品评天下英雄 其中提到了陈灯这个人 许四曾与陈灯共事 对陈灯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 认为陈灯交金自大 对人无礼 算不上高明 但刘备却极力为陈灯辩护 认为陈灯文韬武略 有胆有志 应与古代圣贤相比才是 许四拿现在人的眼光点评它 是不够格的 要知道 陈灯当时正为刘备的死敌曹操效力 刘备却能抛血成剑 愿意为之与许四斗嘴 可见刘备对陈灯的赏识与看重 而且陈灯对刘备其实也非常欣佩 曾不止一次 对旁人称赞刘备的气量与能力 两人可以算是惺惺相细的知己 那么能力超群的陈灯 为何最终没有跟着刘备打天下 当中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陈灯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 陈灯自圆龙 夏皮国怀普人 夏皮国在东汉末年隶属徐州 怀普陈氏是当地名门望族 怀普陈氏的前辈 多为高官名士 陈灯伯祖父陈求 深安儒学熟悉法令 官至司空太位 卢植 郑玄 管宁 华新 这些汉末名士都是他的学生 在当时可谓德高望重 陈求在汉陵帝时 加入了铲除宦官的行列 却因为计划泄露而被宦官害死 陈灯的父亲陈灯是陈求的侄子 因为伯父的缘故 年轻时混济精师 与袁术等许多权贵子弟交好 先后担任巨县令 佩国相 官运亨通 父辈祖辈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陈灯 年少时就有匡氏济名的志向 不但博览群书 为人也终之豪爽 年仅25岁就被郡国推取为孝连 担任东阳县令 任上颇有成绩 正值此时 东汉朝廷治下群雄歌剧 中原战火开始烧向江淮 出平四年 眼周目曹操的父亲 从老家到眼周投奔曹操 没想到路过徐州 却被徐州刺史陶谦的不取杀死 曹操为报复仇 大举进攻陶谦 陶谦无力抵抗 只能请求北方军阀 公孙赞出兵相助 曹操与季州目袁绍关系危险 公孙赞则为袁绍为了争夺 河北的霸权 征伐不断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公孙赞随即派遣布下田凯 以及平原巷刘备 一起南下援助陶谦 田凯与刘备率军抵达徐州时 曹操的部队已经因为粮草殆尽而退兵 田凯回去了 刘备则愿意归顺陶谦 于是陶谦上表朝廷 推荐刘备为徐州刺史 并让他驻军在小沛 小沛隶属佩国 佩国虽然在行政区画属徐州 但实际被陶谦控制 而佩国正是陈规负责治理的地方 刘备由此与淮浦陈氏有了交集 曹操此前攻打徐州失败 并不甘心 经过为期一年的莫马力兵 在出平五年第二次进攻徐州 刘备率军救援陶谦所在的东海郡 却被陶曹击败 徐州距离全面沦陷 仅一步之遥 幸亏此时 曹操后院起火 部下陈公张淼等人接连背叛曹操 迎接吕布 曹操只能收缩兵力 回军评判徐才得以保全 然而经此一劫 陶谦忧愤愤成疾 自知不久人士 对州别嫁弥主留下一书 将徐州托付给刘备 对陶谦让徐州这段历史 还有不同的解释 即这封遗书或许并非出自陶谦之手 而是弥主的委托 原因就在于 外任官员与当地土著间的博弈 陶谦是扬州丹阳郡人 被朝廷任命镇守徐州 不过与徐州当地大族关系不好 好在陶谦手上有家乡带来的精锐部队 丹阳兵 靠着枪杆子维持住了徐州稳定 但面对曹军大军无能为力 所以招揽刘备入伙 刘备虽然是一群散兵游勇 但其余手下关羽张飞都是猛将 相反陶谦两个亲信将领 许丹曹豹能力拼拼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双方互补一拍即合 这个时候陶谦促然去世 所以陶谦遗书更应该送给亲信许丹 并非弥主 照此推断 弥主很可能伪造了陶谦一命 擅作主张迎接刘备入主徐州 刘备本身没有多少根基 自然与徐州大族更亲近 而陶谦旧部也就会被疏远 当然 无论真相如何 刘备入主徐州已成定局 作为一个外来的军头 刘备与徐州豪族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刘备原本只是个挂名的徐州四十 有名无识 现在天上突然掉了块大馅饼 自始又惊又喜 当然 他也知道徐州情况复杂 外有曹操 袁树窥似 内有弥主 陈登彻咒 此外 夏批湘泽荣 为了躲避曹操锋芒南奔 攻杀了广陵像赵玉和彭成像薛里 狼牙国和郡治所在的东海郡 也都被泰山贼 脏霸 昌西等势力渗透 算来算去 自己真正控制的地方 只有夏批 佩国两处 还是个烂摊子 这也是弥主等世家大族急于寻找夏家的原因 因此 即便蛋糕唾手可得 刘备依然表示犹豫 他要等徐州的地头蛇们表态 直死徐州风雨飘摇之际 作为陈氏的新锐 陈登站出来了 陈登认为 如今汉室衰败天下大乱 是建功立业最佳时机 徐州复数英识 户口百万 实为王霸之业 正该由刘备这样的英豪接管 带头表明了 陈氏拥戴刘备的态度 但刘备仍不急于表态 接着试态 表示袁术尽在寿春 而且实力雄厚 家族四始三宫 众望所归 不如把徐州交给他袁术 更加合适 也许是出于陈归对袁术的了解 陈氏家族根本不看好袁术 陈登继续劝说刘备接手徐州 并且明言 就算刘备不接手 他们也不会侍奉袁术 至于附近另一个英雄人物曹操 之前侵略过徐州 此时又忙着与吕布 争夺眼周 也不是周末的合适人选 看来看去 刘备当仁不让 这时候 北海国相孔荣 也写信给刘备 让刘备主持徐州事务 内外重心一致 至此 刘备总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免为其难 把徐州自始位置借了下来 陈登与刘备商议 先是将周治从泰山贼侵扰的东海郡 迁到了相对安全的下屁国 而后 将东海郡作为政治筹码 全部送给泰山贼赃霸 以此换取双边和平 同时不声不响 将刘备迎进了 陈氏家族的势力范围 随后 又凭借劝说 刘备与袁绍结盟 意欲给徐州 争取强力盟友 上一道保险 陈登的行为 其实代表了 陈氏家族的整体一致 一切决定的初衷 都是为了维护 陈氏家族的利益 而刘备作为外来者 在徐州毫无根基 也急需当地势力的支持 所以对陈登言听计从 双方一拍集合 各取所需 当时 袁绍与袁绍兄弟 作为天下最强的两大势力 水火不容 陶谦与袁绍公孙赞结盟 是袁绍的敌人 刘备曾是公孙赞下属 也是袁绍的敌人 现在 刘备带着徐州投诚 袁绍没理由拒绝 刘备投桃暴力 主动与公孙赞割裂关系 接着上表推荐 孔荣为青州刺史 再拉一个盟友 徐州既然得到了袁绍支持 曹操又是袁绍的盟友 所以暂时不会威胁徐州 陈登虽说是为了家族 但在他的运作下 刘备改换门庭 在当时最强的势力 袁绍那里挂上号 无疑是具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在陈登的一系列操作下 徐州的动荡局面 很快安定下来 重新稳固 但在乱世 这样的太平时光 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一个秩序破坏者突然闯入了徐州 此人便是吕布 自从杀了一副董卓 吕布先是在长安之战中 败于董卓 于党 李爵 郭四等 不得已逃到关东 虽然趁虚而入 一度窃夺了曹操的基业 眼周 但很快被曹操击败 只能南下徐州 投靠刘备 当年刘备和陶谦 差点被曹操击灭 幸亏吕布 在曹操背后捅了一枪 才幸免于难 说起来 吕布也算间接救过刘备 刘备对吕布 有一定好感 吕布见到刘备时 不但装可怜述说自己 一直以来的不幸 还请刘备坐在自己妻子床上 让妻子为刘备针灸 表达对刘备的信任 自己则与刘备 以兄弟相称 刘备考虑到 吕布素来小勇 希望利用吕布 来掣肘父亲的袁术 就让吕布囤住在下屁膝 当自己的打手养着 刘备投靠袁绍 最不爽的自然是袁术 他急于徐州已久 甚至自称徐州伯 图谋徐州心思昭然若揭 为了得到徐州 袁术一边写信 劝说老友陈规加入自己 一边派刺客潜入下批 绑架了陈规的次子陈映 企图从内部分化徐州 袁术乐观地以为 自己软硬兼施 陈规一定乖乖就办 没想到 陈规依然不为所动 因为在他看来 袁术骄狂 绝非可以信赖的民主 自己儿女的生死 对比起整个家族的兴旺 微不足道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汗水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建案元年 袁术正式进攻徐州 刘备让心腹大将张飞 助手下批 看护大本营 自己亲自带兵 在虚仪 怀阴一带 与袁术的军队对峙 双方互拥胜负 正当难舍难分之际 袁术耍了个心眼 他写信给吕布 大大夸奖了吕布一番 然后说自己愿意资助军粮 二十万壶 怂恿吕布 袭击下批 反复无常的吕布 本来就不愿意 寄人篱下 给刘备当一辈子打手 得到机会 二话不说立马发兵 此时正好又迎来许丹的信誓 许丹是已故徐州刺史 淘迁的亲信 淘迁死后 被陈氏 迷氏等世家大族排挤 早有心造反 如今袁术大兵压境 他立刻倒戈 此时 恰好张飞与夏批 想曹报不合 想杀曹报 所以许丹就联合曹报 打开城门 共同迎接吕布 吕布连夜进军 抵达夏批 许丹曹报在城中内应 内外夹起大败张飞 刘备妻儿都被抓获 老巢被倒的刘备 急忙率军返回营救 但军心涣散 部队还没到下批 就溃散 刘备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转而东退 又与快速赶来的 元树部队相遇 毫无斗志的刘备军 一触击溃 一路跑到海溪 才驻扎下来 刘备到海溪日子并不好过 很快断了军粮 官吏氏族竟然窘迫到 互相攻杀相识 走投无路的刘备 只能向吕布投降 吕布诸将说 刘备反复无常 劝说吕布杀了刘备 以绝后患 吕布则产生了 与当初刘备相同的考虑 他想反过来 利用刘备当打手 牵制元树 所以打发刘备 倒小配囤柱 继续做他的玉州刺史 自己占据下批 称徐州刺史 元树自认为击败刘备 徐州就是自己的了 已经派遣三万大军 攻打小配 诸将又劝说吕布 不如借元树手 除去刘备 但吕布出于日后 制衡元树的目的 还是出面化解刘备 与元树纠纷 元树最后霸兵退去 这一次 刘备从主人变成了客人 吕布却一跃成为了主人 双方相处之道 又将何去何从 徐州落入吕布手中 实在势逐突然 陈奎父子只能选择 与吕布暂时合作 但对吕布这样 反复无常的武人 他们内心是看不上的 想办法赶走吕布 也是对刘备的报答 另一方面 元树希望与吕布结盟 让自己儿子娶吕布女儿 这样一来 徐州扬州联合 元树就有更大资本 与元绍曹操对抗 当时变观天下群雄 势力最大的是元绍 曹操也以邪天子 取得大一名分 陈氏家族 当然不愿意投注在元树这边 自来想去 何不让吕布重走刘备的道路 与元绍曹操联合呢 陈归前往游说吕布 吕布觉得有道理 迅速派人追回 以上路去元树那里的女儿 不但拒绝元树和亲不说 还把元树的使者送给曹操 当投名状 陈归借此机会 想派陈登到曹操那去 将陈氏的人安排进曹操的阵营 但吕布在己方势力间反复周全 正是如吕伯兵 谁都不信任的时候 虽然向曹操示好 也怕曹操暗算 生怕陈氏勾起曹操对自己不利 所以最开始拒绝了陈归的提议 正巧 曹操为了回馈吕布 借着天子的名义 下达了任吕布 为左将军的诏书 吕布大喜同意陈登前往曹操处席恩 也顺便帮自己 求个正儿八经的徐周末 结果陈登见到曹操后 出于家族的长远利益 依然抱有驱逐吕布的心思 不但没有帮吕布求官 反而对曹操说 吕布有勇无谋 反复无常 应该设法早日处他 曹操此前 与吕布交战 一直不信任吕布 也担心吕布强大 难以控制 因此对陈登的建议 深以为然 先借朝廷名义 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 将陈登安插到了吕布身边 临别之际 还紧紧握住陈登的手 声称将徐周方面的事物 交付给陈登处置 陈登带着广陵太守 应售回到徐周 自己捞得盆满钵满 却没帮吕布求得徐周末 吕布大为不满 拔己砍断了暗己 历生质问 陈登不慌不忙 把锅全部甩在了曹操身上 说一切都是曹操的决定 与自己无关 吕布对此将信将疑 最后也只能作罢 此时 刘备在小配招兵买马 很快发展到上万人 逐渐引起了吕布的担忧 吕布先下手为强 突然袭击刘备 刘备不敢恋战 北上投奔曹操 刘备曾在徐周任职 对徐周情况比较熟悉 又曾与陈规 弥主等地方豪足友善 所以曹操不计前嫌 对刘备相当不错 不仅给了他御周末的职务 还加封他为镇东将军 资助他军队钱财 让他返回小配 牵制吕布 吕布没能彻底除掉刘备 内患未凭 外敌又来了 建安二年 袁处因为吕布出而反而 出大军进攻吕布 并派遣归附的流寇杨凤 寒先接应 吕布记得跺脚来找陈规 说这一切都是他引起的 陈规让陈灯出面 游说杨凤寒先 承诺战利品全部归他们 陈灯舌灿连华 一阵说辞过后 杨凤寒先果然阵前反水 袁处军大败而归 就这样 在陈氏父子的离间下 吕布与袁处缺乏互信 再也没能进行实质上的联合 刘备在曹操的援助下 重返小配后 建安三年 吕布再次派部将高顺张辽 再度进攻小配 曹操则派遣大将夏侯敦营救 被高顺张辽击退 吕布军攻破小配 刘备的妻儿再次成为吕布的俘虏 刘备再一次孤身逃到许都 曹操给刘备出头 决定亲征吕布 而陈灯也认为实际一到 决定在广陵起兵 响应曹操 作为先锋攻打吕布 此时 陈规在何处始料无在 但陈灯几个兄弟还在下批老家 吕布听说陈灯造反 抓来陈灯的三弟 想要挟持陈灯反攻曹操 这种露出 当年袁术就对陈规用过 绑架过陈灯的二弟 昔日陈氏没有屈服 这次吕布的要挟依然无效 陈灯不但不肯妥协 反而派骏兵加紧攻城 徐州争夺战 再一次掀起惊涛布兰 徐州的最终归属 又将花落谁家 曹操征伐吕布 陈灯刘备先后举兵相助 吕布自知难以为敌 想投降却被心腹陈宫劝阻 部将侯城 宋县 魏絮心灰意冷 擒获陈宫 高顺等主战派向曹操投降 吕布无力回天 只能亲自出降 最后在刘备的劝说下 被曹操处死 吕布死后 曹操另外任命了车骤为徐州刺事 加陈灯为福波将军 继续留守广陵 把刘备带回了许都 之后 曹操又表刘备为左将军 两人出则同车 坐则同袭 静安四年 袁绍击败北方强敌公孙瓒 一同北方 与曹操决裂 而原本强盛一时的袁术 在多方打击下日薄西山 无法立足 想北上投奔袁绍 曹操让刘备带着朱灵等将领去截击袁术 此举无疑是放虎归山 谋士成玉 郭家 董昭等人都反对 等曹操反应过来时 刘备已经走远了 刘备朱灵战胜袁术 袁术逃回寿春病逝 朱灵返回许都 但刘备却不愿意回去 他趁机发兵下批 杀死车咒 然后让关羽留守下批 自己返回小配 建安五年 董城一带照案败落 作为密谋杀死曹操的参与者之一 刘备也暴露了 曹操更觉得不能放过刘备 驻扎在关渡与袁绍对着的曹操 为了解决后顾之忧 突然往南折回亲征刘备 刘备一战击败 妻儿和关羽都成了曹操的俘虏 刘备北投袁绍 袁绍亲自出城迎接 袁氏父子对刘备极其看重 之前陈登打下的伏笔 在这里发挥作用 而刘备失散的部署 也慢慢前来相聚 关渡之战一触即发 刘备预感袁绍情况不妙 提出南下代替袁绍 与京周母刘备结盟 刘备到达汝南 又与黄金军 拱都刘夕等联合 骚扰曹操的父辈 等到曹操亲征刘备 刘备立即南下投奔刘夹 刘备这次南逃 吸引了许多徐州人士跟从 比如迷士就举家追随 陈登没有像迷主一样跟随刘备 而是继续担任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 迷主本是东海大族 但东海郡却早沦为 泰山贼脏霸的地盘 迷主已经失去了故乡 有家而不能回 而且迷主毕竟是商人 有着比较重的投机心理 把家族命运与刘备彻底绑在了一起 但陈登却不同 他本身出身儒学士族 一来更加愿意追随打着朝廷旗号的皇帝 二来更加具有安土仲谦的观念 正因如此 陈登虽然从私人角度认可刘备 但要从家族利益来说 刘备与吕布一样都不能保护他们 他们更看重的 一直是袁绍与曹操这种实力派选手 虽然袁束吕布威胁消除 但陈登日子并不好过 他还要面对日益崛起的小霸王孙策 歼四年平定了江东的孙策率军北上 江东军大败被斩杀上万人 孙策当然不是等闲之辈 不久又重新集结部队进攻陈登 陈登一边向曹操讨旧兵 一边在城外每隔十步放堆木柴 到晚上时把木柴全部点燃 然后让士兵高声欢呼 仿佛曹操大军已经到了 江东军看到火光惊呆了 陈登趁机又出战斩杀上万人 孙策号称小霸王 以多对手在陈登面前居然也讨不到半点便宜 不过曹操却不放心 让陈登长期在广陵任职 后来把他调任东城郡太守 广陵军的百姓感恩戴德 一路追赶相纵 陈登却非常坚虚 说自己经常招来孙策兄弟攻击 幸亏大家共度艰难 又何愁没有更好的太守呢 日后孙权占领江南 曹操临江叹息 悔恨自己没有任用好陈登 此时陈登已经去世 原来陈登爱吃生鱼片 肚子里有不少骑生虫 还请华陀看过病 三年后病情复发 可惜华陀不在 陈登病逝 后来魏文帝封棋子陈素为郎中 在三国演义中 陈闺父子给人印象就是欺诈吕布的猥琐小人 但历史上的陈登 是为能让刘备静 让曹操聚 让孙策恨的人杰 以他的才能 在曹魏位列三公不是难事 在蜀汉 参照弥足 更毫无疑问能成为开国重臣 尽管他与刘备惺惺相惜 但最终却分道扬镳 其根本原因并非政治立场不同 而是刘备当时实力不尽 陈登不愿放弃下批陈氏去投奔刘备 刘备在开国道路上 也就少了一个重要帮手 这一点和千昭 田玉 陈群等人放弃刘备的理由相同 陈登注定只是刘备生命中的过客 东汉建安19年 刘备攻取一周 不但得到了稳固的地盘 同时收获了大批军政人才 为后续蜀汉帝国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人才中 既有李延 吴毅 黄泉这样的优秀将领 也有许静 李辉 张义这样的替躺文士 寂寂泱泱 各有所长 其中却有一人 能利于名气格外出条 甚至连诸葛亮都曾未探 论运筹帷幄之策 自己比不上他 他的名声远波曹魏与东吴 以至于曹魏重臣陈群 东吴之主孙权 对他也是称赞有加 颇为钦佩 他为人清高 心怀天下大义 把天下一统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早期崇拜曹操 厌武刘备 可是最终却成了 蜀汉政权的重要奠基人 此人正是荆州民事刘八 刘八 自此出 荆州陵陵郡 征阳县人 祖父刘耀 曾为苍吴郡太首 父亲刘翔 则担任江夏郡太首 领档口将军 家世背景不凡 他少时就以才华胆识闻名 十八岁 便得以陵陵郡护 曹石主继主部的身份 不如是图 起点相当不错 然而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永远一帆风顺下去 刘八也不例外 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期间 乌城侯 长沙太首 孙坚率军转进 要求沿途周郡 为自己提供军需 刘八的父亲刘翔 十分配合孙坚 有求必应 但南阳太首 张姿之缘不利 孙坚飘汉 竟然在宴席上 将张姿杀汉 南阳郡隶属荆州 孙坚这么做 既有杀鸡警侯的意思 也为了敲打 亲近董卓的 荆州母刘表 当时关东联军事大 孙坚更是高歌猛进 一网无前 刘表对孙坚 粗暴无礼的举动 敢怒不敢言 表面上忍气吞声 暗地里却煽动 拥戴张姿的南阳军民 攻击亲近孙坚的刘翔 给孙坚使绊子 最后致使刘翔 死在了冰乱之中 此外 刘表听说刘八的名气 屡次征召刘八为自己效力 但刘八认为 刘表虚有其名 不是值得辅佐的主攻 全都拒绝 刘表因此 对刘八怀恨在心 刘翔一死 刘表公报私仇 随后将刘八拘捕 但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杀他的理由 便派遣刘翔 以前身边亲信 骗他逃跑 想在逃亡途中将他解杀 然而刘八激警 看穿了刘表的诡计 无动于衷 刘表见刘八无懈可击 最后不得已 只能将他放过 又觉得刘八的确有才能 依旧想予以重用 不过性格高傲的刘八 甘愿沉寂 也不再搭理刘表了 东汉末年 一些清高自今 恪守自己的准则 不肯折腰 是权贵的名士 又被称为高士 刘八便是一名高士 从另外一个例子 也能看出他的品性 刘备评定一周后 大将张飞 因敬仰刘八的才名 曾主动到刘八家借宿 并请教学问 起料张飞的态度 虽然诚恳谦卑 刘八却对他非常冷淡 干脆整晚闭口不言 让张飞甚是尴尬 诸葛亮就此劝解刘八 希望他能有所收敛 可是刘八却认为 大丈夫为人处事 结交的应当都是四海英雄 像张飞这样区区五夫 不配与他交谈 态度十分坚决 刘备一直很看重张飞 也希望刘八能教导他 没想到等来这个结果 自然恼怒 后来 东吴众臣张昭将此事告知孙权 两人对刘八的行为 也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张昭认为 刘八心胸狭隘 配不上高氏名号 孙权确实反对意见 认为 正因为刘八不在乎俗世观点 并没有为了顾及刘备的看法 而取悦张飞 这才算超凡脱俗 刘八清高且爱憎分明的性格 由此可见一斑 常言道 性格决定命运 刘八的性格为他迎来了 高氏的美名 却也给他带来了 极其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 尤其是他与刘备之间的恩怨情仇 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那么刘八和刘备之间 又有什么纠葛呢 建十三年 曹操基本平定了北方 大举南征荆州 正巧刘表并故 其子刘从继任荆州墓 曹军势大 刘从自知不敌 决定投降 寄居荆州的刘备 听到这个消息 只能难撤 躲避曹军锋芒 刘备有人望 能得重心 金楚一带许多名士 都选择跟从他难撤 刘八却另辟蹊径 选择北上败回曹操 并被曹操认为怨利 成为了当地官署办事机构的一把手 刘八这样做的理由也很简单 他觉得曹操更有前途 而且他不喜欢刘备 刘八为何如此厌烦刘备 史学记载 大多解释为刘八高傲 刘备出身贫贱 看不起他 其实不全对 从事后 刘八写给诸葛亮信中 可看出些端倪 君子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刘八的秩序很高 当然着眼在天下平定 他的想法 与江东的张昭 布治 以及焦州的士谢等人 其实很相似 只想顺应天命 让朱骏归顺当今之势 实力最强者 让天下尽快重归一统 至于最后是由谁来统一 并不是重点 可事实是 当时诸侯们要么看中私利 要么满嘴仁义道德 不断征战 到头来 却将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中 这是刘八这类人 不愿看到的 刘备从北方避难青州 嘴上说只是享有个牺牲之地 但在青州拉拢民心的行为 实则就是在积聚实力 以便挑起一轮又一轮 永无止境的新战争 刘八看在眼里 对满口仁义的刘皇叔 非但不感冒甚至还有点厌烦抵触 反观曹操 整合了战乱不休的北方 使北方大体安定了下来 从实际行动上 给予了百姓休养生息的环境 而且当时势力如日中天 是最有希望迅速平定天下之人 由此看来 刘八亲曹燕流就说得通了 刘八投奔曹操后 本以为可以安心辅佐曹操统一天下 却没料到曹操随后在赤壁之战中 被孙刘联军大败 不但丧失了一统天下的最佳机会 还几乎将荆州丢了 曹操虽然失败 却不甘心就此丢了荆州 急忙派遣官员拉拢荆州治下 武陵 长沙 贵阳 陵陵自军 意图将损失降到最低 刘八作为土著 熟悉风土人情 临危受命 替曹操前往四军周旋 可当刘八到地方才发现形势不对 需要招降的四军刘备已占领集三 而且得知刘八来到荆州 刘备第一时间就想将其招入麾下 并让诸葛亮写文归劝 诸葛亮劝说刘八 说刘备雄才盖世已具有大部荆州土地 众人莫不归心 天意人士熟去熟就 已经十分清楚 你还想到何处去呢 刘八没有答应诸葛亮的言蓝 认为自己受曹操委托而来 不成功便得回去 绝无中途遍及的道理 只是彼时通往北方的路已被刘备封锁 靠正常途径挥不去 刘八怕被刘备抓住 不得已改名异性 一路辗转南下去了娇州 娇州距荆州约有两千里 刘八为了躲开刘备 可谓下了血本 可惜不久 刘八又因为与当地太守意见不合 不得已选择再次转移阵地 这次他历尽艰险穿过 娇州西北雄山恶水的独障之地 走两千里到益州 投靠益州母刘章 从这里可知 刘八虽然信奉天理自然 崇尚顺应大事 却也不是清静无为的初始之人 他有一身学问和本事 所以即便无法将才能 贡献给最想辅佐之人 也不愿意才能就此埋没 刘八父亲刘翔 曾推荐刘章父亲刘烟为孝林 通过这层关系 刘章很重视刘八 本以为已经逃脱刘备魔掌 自己便可以安心辅佐刘章 再找机会北上回归草操 甚至劝说刘章投降草操 刘八的如意算盘打得很是精妙 可惜他和刘备的孽缘还未结束 建安17年 刘章想请刘备进入乙州 帮助讨伐汉中张罗 派遣谋事法政前去迎接刘备 刘八深知刘备野心 也清楚刘备招揽人心的能力 赶忙向刘章觐见 如果此时让刘备进乙州 无意与引狼入室 扬入虎口 可惜刘章不听 后来刘备果然发兵讨伐乙州 刘章战败投降 一州上下 被刘备扩入囊中 刘八兜兜转转 终是落在刘备手里 虽然刘八对刘备抱有偏见的态度 但刘备以仁德主称 面对刘八的所作所为 刘备选择了原谅 并再次请求刘八跟随自己 刘备不计前嫌敞开怀抱 反观刘八又该如何选择呢 一州以为刘备掌握 北上无望 摆在刘八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继续抗拒 从此不问正事 要么臣服刘备 发挥自己的才能 刘八权衡之后 还是选择了后者 刘备基业初创 求贤若渴 并没有因为刘八之前的态度 而记恨在心 反而因得到刘八这样的人才而高兴 并认其为左将军西曹苑 相当于自己的贴身办事人员 十分看重 当时刘备面临这个难题 便是他在攻打成都前 曾与众将士约定 攻破成都后 府库里的东西任由将士们拿去 因此 拿下成都后 众将士卸甲付库 争强宝物 军库很快出现财政赤字 刘备向诸葛亮寻求解决方法 但干链如诸葛亮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办法 刘八得知此事后 向诸葛亮提了一个建议 只需铸造住址百钱的铜板通行 令官吏为事 实行公卖制度就可以了 现在来看 刘八提出的建议 本质上即是加印钱币增加本钱 此项方案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 面对金融危机时期的紧急解决方案 同时也是把双人建 艺术便是短时间内能快速恢复本国经济实力 但也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 市场崩盘的风险 所以只做到这里还远远不够 刘八便提出下一条建议 令官吏为事实行公卖制度 第二条建议 刘八是以平衡市场为出发点 通过炒卖与行政干预 增加自有库存的同时去平衡物价 此番计划 与美国金融危机时期 罗斯福新政提出的道理同出一辙 由政府干预物价 强行限制货币过度膨胀的同时 炒卖也让资金在蜀寒内部加速流通 确保金融流转的稳定性 作为当时极其前卫的提议 刘备依旧予以采纳 运用行政手段 用它作为背后经济杠杆的支撑 操控物价 与民征负的同时也保障了民生 仅数月之间 刘备俯库充实 民价也没因为大涨而导致市场崩盘 货币额度虽有涨幅但没大涨 蜀汉经济不正轨 并向高速稳定的方向发展 刘备与刘巴从此兵事前嫌握手言和 此后 刘巴更是与诸葛亮 法政 李延 一级等人 共同制定了蜀科 作为蜀汉第一部民法典 具体内容史书已不记载 但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可知 蜀科中的刑法严峻 但公平公正 百姓并无怨言 此法也奠定了蜀汉 以理治本的政权法治基础 建安24年 刘备自称汉中王 任命刘巴为尚书 作为自己身边的心腹 自年 尚书令法政并逝 刘巴接替法政位置 成为刘备手下一线高官 蜀汉张五元年 刘备称帝 令刘巴为其起草登基时 所需的各种导文 诏告 文书 可见刘备对他相当信任 在刘备称帝的第二年 刘巴逝世 曹魏尚书蒲叶陈群 给蜀汉丞相诸葛亮写信 专门探问刘巴的情况 在信中称呼刘巴为刘军子初 可见对刘巴的敬重 刘巴一生清廉 为人恭敬 自认不是一开始就跟着刘备 害怕受到猜忌怀疑 本人在蜀汉执政期间 朝堂之下 不曾与任何人私底下交往 非公事不谈 但寡言清高的性格依旧不变 在明哲宝身这一点上 和曹魏的贾许比较像 汉末三国时期的人物 对刘巴都有很高的评价 蜀汉著名官员杨夕曾说 刘巴平时对自己的衣食住行 有很高要求 为了自己的志向和道义 私下只在家阅读古书 扩宽才学 如此高尚的品格 实在是古代的先贤 都无法比拟的 诸葛亮也曾表示 论运筹帷幄的水平 我远远比不上刘巴 刘备也认为 刘巴才华横溢 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刘巴不求名利 只求以自己的才能辅佐民主实现天下一统 他颇具特色的性格和超前的思想 也让他在群雄辈出的汉末三国留下惊鸿一瞥 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初年 有这样一名著名谋士 他献祭梁州兵团反攻长安 东汉王朝从此走向衰亡 吹响了群雄歌剧的前奏 他半世飘零 几亿其主 游走于兵荒马乱的时代 周宣于群雄之间 攻于战略 出谋则转变战局 鲸谋身 欲显则逢凶化吉 他辅佐曹操平定北方 暗住曹丕 影响了整个三国时期的局势走向 成为曹魏开国功臣 位列三公之首 他洞悉人性 知实物 知进退 善其身 谦虚低调 安度晚年 此人正是梁州骑士 贾许 贾许 自闻合 五威孤赃人 出生没落世族的贾许 少年时默默无闻 很少引起别人的注意 只有梁州名士 严忠 善于识人 看到贾许之后 十分惊异 说贾许 与众不同 具有媲美张良 陈平的奇才 不得不说 严忠 是贾许 人生中的 第一个不乐 贾许虽然聪慧过人 才华横溢 但早期仕途 并不顺利 先是被举荐为孝莲 担任了一个小小的狼官 贾许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整天闷闷不乐 有一年身体有病 于是就借故辞去官职 向西返回家乡 再度发展 殊不知 危险正在前方 等待着贾许 梁州各种少数民族 经常作乱 贾许一行 到了千县这个地方 没想到遇到反叛的敌人 同行之人都被敌人紧拿 那阵时分明就是徒财害命 贾许健壮 不慌不忙说 我是段公的外孙 请勿害我 我家会拿好多钱财来收我 段公就是当时的太尉 段炯 也是武威人 曾多次镇压边疆动乱 威震梁州 贾许集中生智 以段炯的名号震慑敌人 同时用钱财迷惑对方 敌人听到段炯 大惊失色 听到钱财洗腥一色 就与他立誓盟约 然后放走了他 其余的人 尽皆被害 其实 虽然武威 贾许与段炯 长期联姻 但贾许并非段炯的外傻 家人也拿不出 大量钱财 只是随机应变 保全自身的权宜之计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由此可见 他的胆色与机制 事实证明 贾许能够在乱世之中生存下去 与他敏锐的洞察力 与善于应变的能力 是分不开的 贾许回乡后 一直默默无闻 到他43岁之前 他的事迹 不见于史料 随书经极致记载 贾许著有 抄孙子兵法一卷 并为五起兵法教著 或许在此期间 他深入研习兵书 进行了深层次的自我沉淀 为日后精通兵法谋略 屡次进献奇迹 奠定了基础 东汉中平六年 已经43岁的贾许 仍然是郁郁不得志 只当了一个小小的平津都尉 4月 汉陵帝病故 汉少帝登基 何太后临朝 外戚大将军何晋 与操纵政权的十长士等宦官势力 水火不容 为了剿灭宦官集团 何晋决定 征召战斗力飘悍的 梁州兵团 进驻京畿 作为外援 三千梁州兵 在并周末 董卓的带领下 进入京师洛阳 控制了朝廷 贾许听说 董卓女婿 中郎将 牛府的行踪 便投奔牛府军中 因为资历老 又是梁州人 总算被任用为 陶鲁校尉 董卓废调少帝 另立汉贤帝 把控朝政 独断专横 最终招致 关东联军的讨伐 董卓挟持汉贤帝 由洛阳迁都长安后 被朝廷官员 王云等 联络其部将 吕布所杀 董卓一死 许多朝廷官员 建议杀进梁州兵团 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牛府听到消息 仓皇出逃 却被部下杀害 首级 也被送往长安 换取赏金 牛府的四大部将 李爵 郭四 樊仇 张继等人 想要解散队伍 返回故乡 贾许劝他们说 你们如果单独行动 那么一个小小的亭长 就能把你们进货 不如率众西进 沿途收集士兵 攻打长安 一旦成功 就以朝廷的名义 征讨全国 如果不成功 再逃命也不迟 众人想了想 觉得有道理 于是 在贾许的计谋之下 李爵 郭四 张继 樊仇率领 梁州兵团 反攻长安 最终打败吕布 攻进了长安 一时间 京城腥风血雨 东汉朝廷 元气大伤 此后 四人中 实力最强的 李爵和郭四两人 为了争夺 朝廷的控制权 互相争斗 皇帝与朝廷 流离失所 各地周末 四使 太守 占据属地 完全脱离中央控制 吹响了 三国时代的前奏 贾许也因为这个计谋 被后世称为文和乱武 有人就此评价贾许 一计可以威邦 片岩可以乱锅 但实质上 正如贾许自己所言 那不过是一条救命之计 用以自保而已 杨州兵团进入长安后 发生的一切 已非贾许所愿 此时 他已经隐隐感觉不妙 有了从乱局抽身的想法 贾许先是担任 左平易一职 因为他的功劳很大 李爵等人 想封他为侯 贾许坚决推辞说 不过是救命之计罢了 没有接受 又让他做上书不业 贾许又推辞说 贾许肃无威望 不能使众人信服 此举于国不利 再次拒绝 李爵等人无奈 只好改受贾许为上书 负责选拔人才 贾许勉强答应 在举荐人才方面贡献很大 后来 李爵 郭四 把持中央朝政 贾许在保护大臣方面 多有处理 尤其是帮助汉贤帝 从长安出逃到洛阳 才让曹操有机会 携天子以令诸侯 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可见 贾许的举动 也间接影响和改变了政治局势 星平元年三月 梁州兵团发生内乱 梁州军阀马腾 韩岁攻打霸战关中的李爵 郭四等董卓余党 马腾 韩岁兵败退回梁州 到了星平二年 梁州兵团内乱又起 李爵先杀同党反仇 后与郭四撕破裂面 争权夺利 互相攻杀 两败俱伤 看到李爵 郭四相互内斗 对自己又有防范忌惮之心 贾许觉得京城虽繁华 但此地不可就留 于是辞去官职 离开长安 贾许之所以 没有被激烈的军事冲突 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所吞灭 就是因为他能够正确认识大事 能够揣测人心 看到形势险恶 果断选择急流勇退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离开长安后 贾许听说同乡段威率军驻扎在华阴县 便带着家眷 静职前来投奔 段威就是贾许曾经当幌子 用来保命的段炯的同族兄弟 与贾许也认识 当时的贾许已经很有名气和威望 段威军队对他深深敬服 段威表面上对待贾许热情周到 内心却惧怕贾许夺其兵权 这让善于察言观色的贾许十分不安 他思前想后 采取了一个万全之计 当时 董卓于党中 定义大将张继死于乱军之中 侄子张绣闪亮登场 接管了张继的残余部队 张绣驻扎在南洋 贾许凭借昔日在董卓军的身份 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 张绣早就听说贾许的大名 暗中派人迎接贾许 贾许将要出发时 有人问他 段威对你不薄 为何要离去呢 贾许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段威生性多疑 对我百般猜忌 我走之后 他定然高兴 也希望我成为他的外援 因此必定回后代我的家人 张绣渴望得到我这样的谋尘 这样岂不是两军其美 贾许离开后果如其言 张绣对他恭敬有加 段威也好生照顾他的家眷 可见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贾许总能对当前形势 做出准确的预判 从而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混战 曹操一枝独秀 成为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 曹操进攻张绣 为了抵抗曹操 贾许劝说张绣与刘表和好 此后 在曹操讨伐张绣的过程中 张绣采用贾许的计谋 屡败曹操 让曹操损失惨重 有一天早上 曹操突然退兵而去 张绣要亲自追击 贾许说不能追 追必败 张绣不听 率兵追击大败而回 张绣刚回到军营 贾许却说 赶快追击 再战必胜 张绣大祸不解 贾许极力催促 张绣随即率兵追击 果然得胜回来 事后张绣十分疑惑 问道 我用精兵追击 您说必败 用败兵追击 您说必胜 是何道理 贾许说 您虽善于用兵 却难抵曹操 曹操排兵 步阵没有失误 却突然撤退 必定是后方有事 刚开始退兵 曹操必亲自断后 所以追兵必败 曹操取胜后 必定轻装即行 这时用败兵追击 却能取胜 一番话 让张绣佩服得五体投地 军事斗争经验 十分丰富的曹操 尚不能对付贾许辅佐的张绣 从一个侧面可看出 贾许之能力和水平 非比军差 关渡之战前 袁绍和曹操 都想拉拢其他军阀 以孤立对方 袁绍派人 笼络张绣 还特意给贾许 写信解号 张绣觉得 袁绍势力强大 就想答应 不料贾许 却当着张绣的面 讥讽袁绍的使者 你们兄弟之间尚且不能相容 还能容纳天下贤才吗 等袁绍使者离开 张绣精具地问 我们该怎么办 贾许说 不如归附曹操 张绣十分不解 袁强曹若 我们又与曹操曾是仇价 为何要投靠他 贾许说 第一 袁绍强盛 我们兵少 必会轻视我们 曹操弱小 定会看重我们 第二 曹操奉天子 以令天下 名正言顺 第三 曹操的格局 在于平定天下 绝不斤斤计较 张绣听后 便率部归附了曹操 曹操十分高兴 拉着贾许的手说 能够让我 以信义道德名扬天下的人 正是先生你啊 奏请贾许任执金武 封都庭侯 留任参司空军士 正所谓 格局决定成败 大器成就英雄 贾许早已看出 曹操的人品和潜力 虽不为眼前强弱所迷惑 毅然放弃袁绍 依附曹操 后来的事实证明 老谋深算 目光长远的贾许 这一步棋又走对了 曹操击败袁绍 进而统一北方 贾许 从此成为曹操的谋士 那一年贾许 那一年贾许53岁 关渡之战期间 曹操梁氏将近 询问贾许有何妙计 贾许说 您明智胜过袁绍 勇敢胜过袁绍 用人胜过袁绍 决断胜过袁绍 有这次胜 而不能平定袁绍 在于考虑万全之策 只要当机立断 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平定袁绍 在双方相持的困难之际 贾许的建议 无疑给了曹操最大的鼓舞 作用丝毫不亚于 许优的齐袭乌朝之计 曹操采纳了贾许的意见 随即率兵袭击袁绍的营地 袁绍大败 终被平定 曹操兼任季周母 调任贾许为太中大夫 可见 在击败袁绍的过程中 贾许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建安十三年 曹操攻占荆州 想顺江东下 消灭盘取东吴的孙权 贾许劝阻说 您攻破元氏 收复汉南 实力强大 威名远扬 不如招贤纳氏 安抚百姓 不用出兵 江东地区就会俯首称臣 曹操没有听从贾许知己 遂有赤壁之败 宋代大文学家苏哲 在贾许一文中也谈息道 功不用其技 以兵入无境 遂败于赤壁 如果曹操听取贾许之意见建议 暂不进攻江东 那么三国的历史 或许就会重现 赤壁之战失败以后 曹操仰精蓄锐 伺机西进 建安十六年 曹操采用 先取关中再克梁州的战略 开始对关中用兵 以韩粹马腾儿子马超为首的梁州兵团 聚集十余万人 聚首同关抗击曹操 马超等人要求曹操用割地来换取和平 并以四子作为人质 曹操看到韩粹马超兵强马壮 忧心忡忡 便向熟悉梁州军政的贾许询问计策 贾许建议 一方面假装答应马超提出的条件 麻痹对方 另一方面积极备战 歼灭敌军 曹操又问破敌之计 贾许只说了四个字 离之而已 也就是用离间之计 曹操听后转忧为喜 采纳了贾许的计策 写信离间同床异梦的马超和韩粹 使他们互相猜忌 造成内乱 看到时机成熟 曹操主动对梁州兵团发起进攻 韩粹马超败走梁州 关中自此平定 贾许相比诸葛亮等人 虽然在三国的历史舞台上 没有太多的出场和戏份 但每一次亮相 却足够惊艳 足以改变战略局面 建安22年 曹操开始屹立世子 那时候 曹丕还是一名 默默无闻的五官中郎将 而曹操才华横溢 名气远扬 两人都有争夺世子的打算 曹丕暗中派人向贾许讨教 贾许表面上不敢有所偏袒 只是建议说 宽宏大度 体量下士 孜孜不倦 不违背人子之道 曹丕听取了贾许的意见 不断学习自我修行 曹操为世子的事犹豫不决 有一次平退左右 询问贾许 贾许却闭口不说 曹操催问道 先生为何不回答 贾许说 我正忙于思考一件事情 曹操又问 思考何事 贾许回答 我在思考原本初父子 刘景生父子之事 原本初就是袁绍 刘景生就是刘表 此二人都因为费掌利诱 而造成内部混乱 贾许这句话 虽然含蓄委婉 但简直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暗示曹操不可费掌利诱 曹操听后大笑 终于确定曹丕为世子 贾许按住曹丕的行动 对曹卫政权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曹丕继位后向贾许咨询一统天下之策 吴蜀两国先讨伐谁 贾许回答 功成略地凭借军事实力 建国立本 崇尚道德教化 若用文教道德来安抚并待其演变 那么不难平定 吴蜀虽小 但现在人才积极 且占据显摇之地 一时难以取胜 用兵之道 要估量对方的实力 先有胜算 再调兵前将 这样才万无一失 陈下以为应采取先文后武的策略 曹丕刚开始没有采纳 导致出兵失败 但贾许之言 实质上为魏国吞并天下 进行了战略谋划 制定了长远策略 从依附曹操时起 贾许就想到自己擅长谋略 虽然受到曹操的赏识 但并非曹操旧臣 容易受到曹操猜疑 于是采取闭门不出 谢绝私交的办法 明哲保身 他的子女取驾时 也不攀附高门大户 曹丕即位后 封贾许为太尉 进爵为魏寿相侯 但贾许依旧不拘功自傲 不练权位 选择隐忍低调做事 曹魏皇初四年 安享晚年的贾许去世 享年77岁 嗜好肃侯 后世对贾许评价甚高 如三国制作者陈寿就感叹道 贾许是仅次于张良陈平的人物 唐代大事人白居易也赞叹说 天下论智记并归假事也 宋人对贾许称宋有加 如宋出王浦编撰的唐辉耀中 将魏晋时代八魏氏号均为肃侯的名臣 合称为魏晋八君子 尊贾许为首 文学家苏哲专门注文技术贾许诗迹 元代郭裕在诗中赞叹贾许运筹帷幄 料笛至圣 灰扇白与临风炯 贾锁黄金 摄日明 贾许自欺能料笛 山掏谁位不知兵 清代梁朝中 把贾许与魏清相敌并论 他在议诗中写道 禅于东入蚕三府 汉上秋成 执酒营 物律魏清忠师宠 无劳贾许更谈兵 贾许算无一策 惊达全辩 在汉末至三国的历史舞台上 叱咤风云 挥洒自如 游刃有余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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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